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斯里兰卡警方再次曝光连环自杀式爆炸袭击相关视频 俄罗斯官方证实白头盔组织正在叙利亚策划化学武器袭击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23号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举行 人民海军32艘战舰威武列阵战机呼啸凌空 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 国产新型万吨驱逐舰等大国重器震撼亮相 再次向世人证明中国正迈向建设海洋强国的崭新征程 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正逐步变为现实 在海军航空兵的大家庭里面因为作战任务的不同 有尖机机 轰炸机 舰载直升机等许多种的机型 而这款飞机是这个大家庭里面一个新的成员 它的名字叫做反潜巡逻机 它的出现代表着我国海军反潜作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作为我军第一代固定翼反潜巡逻机 这款飞机的入列补齐了人民海军反潜作战的短板 实现了人民海军广遇反潜的重大飞跃 可在指定海区随行独立反潜 或与其他反潜兵力进行协动反潜 相比于反潜直升机 它搜索的海域更广了 作战反应更快了 流空时间也更长了 填补了我国固定翼反潜巡逻机的空白 作为人民海军一支新制作战力量 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在列庄之初 无论是理论还是操作 对机组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大家在一次次实战化演训中 不断摸索总结经验 实现着从零到一的突破 演训过程中可以这样好处发生地说 只要是涉及到反潜的 我们就全部都参加 因为作为这个新型的这点 我们就靠演习来去达到一个实战化的目的 去检验它的一个作战效能 和那个战法理论水平 包括以后我们去这些装备如何去换代升级 如何去发展去 就是说在这那时候科研人员就不是从一张白转来做 而是根据我们这边的经验 它就不断地更合理地去改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 海军建设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 全球全域全时用兵形成常态 在某训练基地 新型导弹驱逐舰呼和号特舰舰长肖双胜 正带领全舰官兵进行全训考核 为远走大洋 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打牢基础 如今包括呼和号特舰在内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 已成为海军水面作战力量的骨干 更快 更准 更强的性能优势 将人民海军区域防空能力 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首艘万吨级导弹驱逐舰 装备了新型反舰 反潜等武器 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 防空反导和对海对陆打击能力 入列后将大幅提升 中国海军的整体作战能力 我们的像055大型驱逐舰 052D 这都是过去我们没有的大重型舰艇 这些舰艇入役 使我们形成了一个完整作战体系 另外更重要 就是我们在信息化建设里 都有了长度的发展 像我们的预警机 另外海上巡逻机 这些都已经在这段时间入役了 我们所以天机化 空机化 使我们的信息化 在中原海的获取能力 信息回传能力 信息的处理能力 分发能力都得到一个长度的发展 目前海军主战装备 成舰制更新换代 第三代武器装备实现信息化 无论是新型驱逐舰驰骋大洋 首艘国产航母顺利试验试航 还是被网友称为航母奶妈的 大型综合补给舰的入列 中国海军装备发展令世人瞩目 那么对于航母奶妈这个词来讲 我们当时大家也是一种 怎么说 很挺起胸腹的一种笑谈 认为自己也确实张得起 此外 舰载战斗机的批量交付 新型战斗机的整舰制改装 预警机舰载直升机家庭的不断壮大 海军五大兵种 以逐步形成 核长兼备 暗空结合 多兵种合成 出具规模的海上防卫体系 一支现代化的人民海军 正大踏步走向世界舞台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重要内容 中国东南亚海上连演2019 今天上午举行了图上战术推演 连演将于今晚开幕 此次演习以共同维护海上安全为背景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 在联合国授权下 派遣舰艇组成海上特魂编队 前往事发海域 展开联合防海盗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参加演习的有中国 泰国 菲律宾 新加坡 越南等七个国家 本次演习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组织海上连演 此次连演是为了提高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海军双方的军事互信 协同动作能力 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安全稳定做出贡献 我希望通过这次演习 中泰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军事交流 进一步展开联合军事训练 增进双方的认识 停靠在青岛港的中外舰艇今天迎来了各国水兵 中外海军官兵通过互访军舰开展业务探讨和交流 一大早 中国海军官兵登上了菲律宾达拉号登陆舰 菲律宾舰员向中国官兵介绍达拉号的装备 性能等基本情况 两国海军官兵还针对舰船动力 电力系统 以及损害管制等专业进行了切磋交流 今天的交流活动十分有意义 通过互相参观舰艇 不仅增长的见识 还感受到了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友好的氛围 除了武器装备的使用保养和日常训练的内容 各国官兵还围绕怎样提高专业训练效率 拓宽训练保障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和探讨 参加这次交流活动的有中国海军贵阳舰 井冈山两栖船物登陆舰 和平方舟医院船 以及俄罗斯 印度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国的舰艇 在交流过程中 我们感觉到北方舰员非常专业 也非常开放 相互之间深化了对彼此的认识了解 也深化了友谊 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 多国海军活动的来访国海军代表团团长夫人 24号在青岛参加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夫人们一行来到海军青岛示范幼儿园 太清宫 青岛市博物馆等地 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 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这几天盛大的海军节庆祝活动 让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频繁进入人们的视线 来到这里你会发现 青岛的大部分道路是以城市名 或者山河湖海的名字来命名的 而雨水路和三沙路的命名 又有着特殊的含义 他们是青岛市民与海军官兵之间 雨水清深的见证 我们在青岛采访的这段时间 就感受到了特别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叫雨水路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公里 但是却见证了青岛人民 为了部队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这条长4.09公里的雨水路 位于劳山沙子口街道 连接着南沙路和西沙路 直接通往海军某部 是部队装备运输和官兵出行的主干岛 那么这条路是13年的7月份开工建设 14年的3月底投入使用的 那么这条路的建成同车 主要是解决我们基地的进出路的问题 在修建这条路之前 部队门口只有一条 蜿蜒的单车道土路通往市区 为了确保新装备运输 青岛市把修路作为当年的重点建设项目 确定了重新征地 按照战备要求建设双向四车道的方案 时任劳山区民政局局长的任登刚 负责修建这条路的协调工作 这个地方还有争了一百多亩地 还涉及到企业和群众的住户拆迁问题 所以大家听说要为部队打通这条路 有积极的配合 所以这个路的同车 也凝聚着地方政府的这些心血 也凝聚着当地老百姓 这种英军这种情怀 在当地军民的共同努力下 不到三个月 征地拆迁工作就完成了 修路和配套工程建设 也仅用了11个月 建成后的道路 不仅能满足部队装备运输的需要 也盘活了周边的交通资源 因为我们备弹打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雨水路 这条路定为雨水路的原因 就是希望我们的官兵 无论什么时候 走到这条路上都能知道 谁为我们建的 为谁建的 在青岛 像这样凝聚着民庸军 君爱民 浓浓情义的道路随处可见 看少路这个地方 它的嵌神是修御路 修御路的嵌神是英军路 英军路嵌神是生产路 今年62岁的张金鞠清楚地记得三沙路的变迁 修建这条路时 他带着639户村民 在两个星期之内搬出了家园 搬回安置区时 曾经的小路已经成为串联着航母港口 和古镇口八个偏僻村庄的大岛 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好了 住上楼了 做法也不用手差了 卫生也很干净了 非常方便 生活舒适 这条军地合力修建的道路两旁 现在建起了海军公园 海军小学 连心渔港 取名为三沙路 也意味着军民要协力捍卫 国家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青岛是一座有着双庸光荣传统的城市 岛城人民 也把树青部队当作自己的亲人 无论是从战备工程建设 演习训练 都倾其所有权力保障 为部队的建设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雍军路 融合路 就像这些路的名字一样 青岛居民同心 在建设城市动脉的同时 也推动海军城向开放 活力 时尚的现代都市不断迈进 国防部今天召开例行记者会 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近期军事热点 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记者会上 发言人首先介绍了中俄两国海军 将举行海上联合2019联合军演 以及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靠驳 与驻香港部队开展联合训练的相关情况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 多国海军活动顺利举行 国产万吨级驱逐舰在越舰活动中亮相 是这次记者会上大家关注的热点 据我们了解 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 已经完成建造和大部分的海事动动 即将加入人民海军的训练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海岸警卫队已加强在亚太地区的部署 并参与到中国周边海域的警戒巡逻中 美专家认为 该措施有利美稳妥应对中国海上民兵力量 在南海宣誓主权的做法 对于这一报道 发言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 某些域外国家不断花样翻新 强化前沿军事存在 推进地区的军事化 不仅损害了沿岸国的安全力 也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方对此间谍反对 我们也奉劝有关方面 要认清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真正摒弃冷战思练 切实尊重各国的主权与安全 中国军队将采取坚决措施 坚定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坚定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近期美军高官发表的 中俄太空威胁论和南海军事化言论 发言人表示 我们注意到美方近期 一些人员频繁地发表 一些负面的涉华言论 我们认为有关言论 广顾事实混淆是非 我们坚决反对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 一贯主张通过协商对话 和平解决南海问题 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人 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记者会上 发言人还就中德第二次 魏勤士兵联合演习 中国东南亚国家海上连演2019 中俄第三次反导计算机连演磋商等内容 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重型装甲装备是合成作战中的核心力量 具有火力突击猛正面作战能力强的特点 第71集团军某重装合成率 日前采取自主搜索目标 自主判断敌情 自行选择打击的方式 在实战环境下展开跨周夜 实弹射击演练 演练由以往的指挥射击 变为目标牵引射击 依据战场设置的敌情 坦克分队和装甲部战车分队轮番上阵 运用多弹种对敌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每个目标从弦把到引把 只有30秒的时间 30秒内炮弹必须要激发完毕 这对我们车长及炮手的车内协同 搜索目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火攻系统损坏 请迅速采取人工装表模式射击 接到导调组指令 坦克一连射手杨慧德 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迅速切换手动模式 重新装订射击珠源 继续射击 我们的装备在不断地更新换代 信息化自动化程度较高 而且具备先进的火攻系统 但是不管装备如何变化 我们射手只有练好呼应的基本技能 才能应对各种战场突发情况 在这次演练中 导调组打破以往的训练模式 要求每个战斗编组 必须使用装备所属全部武器 对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但要补充车内协同 目标搜索 打击方式等 均由单车成员自主完成射击 随着夜幕降临 演练转入夜间射击模式 如何快速搜索识别目标 如何进行穿插突破 成为演练的重点 在吴兆明情况下 车组成员通过微光夜视仪 迅速占领射击阵地 随后各种轻重火器同时开火 完成对各种目标的急火歼灭 夜间实弹射击 相对于白天来说 难度大很多 主要是因为夜间视野受限 夜视仪能见度比较低 射手一发现目标 很难对目标进行精确瞄准 今年开训以来 这个率加大训练强度和难度 在各种天候不同地域 展开实弹演练 对坦克驾驶 实弹射击 指挥通信等多科目 进行集中强化 在近似实弹的条件下 通过环境和组织条件方式的变化 检验部队灵活处置突发情况 车队成员密切协同 快速精确打击的功力 促进部队训练 进一步向实弹化套路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有一个特殊的点号 叫28号 49年前 工作在这里的老一辈航天人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顺利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测控工作 如今 新一代航天测控人 传承航天精神 继续在大漠戈壁 默默奉献着 昨天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雷达测量站的科技人员 来到28号点号 共同追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49年前 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测控工作 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当时中央提出了 上得去 跟得上 看得见 听得到的任务总标 实现这些目标 航天测控是关键一环 我国第一代航天测控先辈 就是在这里创造辉煌的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这就是当年中国航天测控系统的真实状态 修房子 造设备 搞培训 我国第一代航天建设者们 凭借智慧和勤劳 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 完成了第一代航天测控网的 方案设计 设备研制和台站建设工作 非常忙 人家几乎每天加班 每天加班 我这个还不能吃夜餐 一吃夜餐就不好叫 说就累了 12点钟以后回去休息 第二天照上工 点火 点火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1号发射 各测控站相继发现并跟踪卫星 11号跟踪2号 13分钟后 各观测站几乎同时向28号点号报告 星舰分离 卫星入关 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 这根风筝线过在了新一代航天测控人手中 在距离28号不远的弱水河西岸 一座现代化的雷达测控站 崛起在戈壁滩之中 从神舟1号到神舟11号 天宫1号 天宫2号 悟空 莫子等等 近百颗航天器 在新一代测控人的手中发射舟空 老一位航天人依靠简陋的设备 完成历史的使命 我们这一位航天测控人 一定继承和弘扬 这种艰苦奋斗 资历更生的精神 不论太空多么遥远 宇宙多么深邃 我们航天测控的探索 一定会到达 解放军第956医院 日前派出医疗小分队 驱车千余公里 前往西藏昌都 为驻军官兵和当地群众进行巡诊 开展医疗讲座 把健康送到边疆军民身边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近几天斯里兰卡连环 自杀式爆炸袭击的相关视频 接连曝光 25号斯里兰卡警方 再次曝光的视频显示 两名袭击者于爆炸当天 进入香格里拉大酒店 并引爆了炸弹 酒店监控录像显示 21号当天 两名袭击者背着双肩背包 进入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客厅 他们疑似商量爆炸计划 之后抵达酒店的用餐区 在这里引爆了炸弹 事后斯里兰卡警方认定 其中一名袭击者 是科伦坡当地富商的儿子 此外斯里兰卡警方 还曝光了一家 极有可能为这起连环爆炸案 生产炸弹的工厂 这家工厂位于首都科伦坡郊区 用于生产金属制品 警方表示 工厂的老板 殷沙夫艾哈迈德 就是其中一名自杀式袭击者 很可能实施了 肉桂大酒店的爆炸袭击 但工厂员工以及殷沙夫的家人 对此表示毫不知情 殷沙夫的妻子说 爆炸发生前两天 殷沙夫以出差为由 让妻子把他送到了机场 并在爆炸发生前一小时 给妻子打电话 表示他在国外一切安好 然而一个小时后 殷沙夫引爆了炸弹 警方认为 殷沙夫很可能得到了 国外恐怖组织的资助 目前警方正进一步调查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3号消息 伊朗议会当天通过决议 正式将美军中央司令部 和下辖部队列为恐怖组织 根据决议内容 向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下辖部队 提供包括军事 情报 金融 组织 等用以对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任何协助 都会被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 当地时间24号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萨夫隆科夫 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表示 白头盔组织正在伊德利布省 策划针对平民的化学武器袭击 以嫁祸叙利亚政府军 萨夫隆科夫当天表示 白头盔组织伪装成人道主义者 持续策划新的化物袭击 俄罗斯方面非常清楚 正在发生的事情 一些恐怖组织持续在该地区发动袭击 造成平民死伤 俄方对伊德利布省局势表示担忧 白头盔组织活跃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区 主要受西方国家的资金支持 曾被质疑视频造假 与恐怖组织有关联等 叙利亚政府将白头盔列为恐怖组织 俄罗斯也多次指责白头盔视频造假 并称这是有预谋的挑衅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霸道 要想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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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